好,玩具TV第14季第一集 終於來到新一季了 我們頭炮當然有一個非常大型的東西 就是1984年Ghostbusters 電影入面的1比6竹鬼車 連上就是有Beastway另外1比6的四個figure 由主人擁有的人Lawrence介紹一下 我們今天有Lawrence Yan Ray 大家好 Lawrence 今天就在兩位捉鬼這麼小隊的超級粉絲面前 就現下醜 介紹一下這架捉鬼車 這架捉鬼車期待了很久 剛才跟Ray聊天 也是幾年前在美國聖地牙哥 剛好去開了San Diego的玩具展 當時看到Dispatcher很震撼 然後馬上就發尋電郵 問Beastway什麼時候可以訂 當時他都說快要公佈 結果不夠兩個星期 公佈了可以訂 第一時間當時都不看錢 就說快要訂 因為不是 Ghostbuster喜歡了這麼多年 都沒見過出這麼大價 1比6真的太漂亮 所以當時一下子就訂了 終於等了兩年 應該有 等玩具很快 終於來到今天可以開箱和大家分享 另外的Figures是否同期買的 Figures好像是早一點 早一點 另外自己早一點 我記得Figures 我當時買的Figures 有一個一盒四隻 兩年前 一盒四隻是特別版 我買了回來後 剛才跟Ray聊天 開來看看 放進口袋也沒有正式玩 因為當時打算開箱後 又不知如何組裝場景 到車離開後 就覺得很完美 可以放在旁邊 所以玩具都放了兩年 拿出來玩 我也是跟你同一個命運 但我還未訂了一部車 我看到其實很震撼 因為尺寸 有史以來見過最大的一部Tro 1 感覺真的非常震撼 事不宜遲 我們看看它有什麼Gadget 可以展示給大家 不如事不宜遲 開一盞燈給大家看看 是上面 藍色這一組 還有後面這一組 它是用後面的機頂 車頂這裡有一個按鈕 這樣一按 它就關掉 這樣一按就開 車頂的按鈕 其實當作了隱藏式設計 也挺漂亮的 你見到車頂 是白色一殼殼的 這個按鈕 其實是隱藏在其中一條白色的 一條花 其實你們看不到 這樣 所以都做得挺漂亮的 是隱藏了 還有觀眾應該看不到 再亮點 其實裡面那個Panel 對 那個是最細緻的 看不到 看不到 那個是最漂亮的 最漂亮的位置 留分比加 對 因為它其實在車後面的座位 有一個雷達 是不是雷達 類似是一些 類似是一些 好像Jetcam 你會熟一點 對 雷達的 高科技核輪的一些Tanel 這個就要你們買回去才看到 真的可以的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真的是重點 這個位置 對 車尾其實都可以有些亮點 看看方便 轉一轉鏡頭 我們可以打開的車尾也有些亮點 行不行 好 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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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好 看一看Panel 我們移一移過去 就是這裡 裡面 閃燈的部分 其實都挺細緻的 現在開了 你會看到它真的逐點逐點都做到 即是亮燈 很漂亮 這個細細度也是一個驚喜的位 而且它真的用了很多綁被的效果 在椅子上或門板上都是 這個電話真的拿得很棒 這個電話還拿得出來 厲害 靠靠靠靠靠靠 是靠靠靠靠 靠靠靠靠 剛才我們試過已經是扭過軚盆 這個軚盆 其實要是動輪子的時候 這個軚盆會動 是的 不行 我們移一移 可以試一試 動輪子 這個軚盆會跟著 這個軚盆會跟著 沒有辦法 不是封油軚 是的 其實我們是看到 是動輪子 那個位置動 那個軚盆會動 然後車就會跟著動 因為車重量 所以我們不會說扭軚盆令車動 這個有點風險 這個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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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另外一個亮點位 就是拍攝門 這個門一打開之後 這個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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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隊就是出動了 拉這個 就是那組的 裝備 裝備出來 它有一個擔架 對 而這組擔架 它還可以把它擴展出來 背囊不是連駕車的 背囊不是連駕車的 背囊是連駕車的 背囊是連駕車的 整個顏色買了之後 你砌下去就很漂亮 這樣真的漂亮 還有他們的背包 真的是落足本的 你看到那些燈 是全部跟著電影著的 我們先拿開這個 很棒 我們先拿開這個 我現在手上拿著 這個就是另一間座 MATTELL 出過Ghostbuster 我放了 襯托一下 剛剛嘉賓說想特別重點介紹一下 這個背包 很棒 這個 很棒 這麼重 怎麼揹過來 無論如何扣架 還有後面有個美軍的背架 都是做足功課 完全不是開樓灘 都是跟著真品的細節 你看背架 背架 而且它隔了面 裡面有扣架 是跟著的 均勻 而且這個背包 怎樣釘上去 其實都是跟電影一模一樣 嗯 對 由Ray說出來 特別有說服力 因為它有一個1比1的 專屬這方面的道具 那次我也見過 它那個1比1 背上身 哇 真的很棒 這個是經典的重現 這個真的是 經典的重現 是值得的 是值得的 但我還沒買 買? 你今天看完要買 而且之前也在掙扎 因為它有兩個版本訂 你說是誰 即是一個人 他隔壁有四個隊友 一套和三個 他把黑鬼放開 但如果沒有訂過黑人 其實就不會有其他的配件 這個招數很毒 所以其實怎樣也要齊全 對 而我覺得如果玩得足距禁四對 整個 整個 對 對 因為你可以像現在這樣 混合來玩 那就反而完美了 對 你肯定是少了一點 你有一部車 你沒有了這些背包 其實又差一點 對 而且它每一個 成員 裡面的配件是不同的 對 它不是重複的 所以其實要買了四個 然後才可以得到所有的腰部 全部的配件 對 這個樣子我覺得真的做得很好 這隻鬼 這隻鬼 這隻鬼又是要重點 這隻鬼又是重點 它這個透是很有層次的 然後前面的樣子 是故意做實色的 所以這個鬼是很有心機的 我們稍後來看看車內的其中一個兩點 對 有另一個兩點 好 開車頭 所以先看看車頭的部分 那這個盤 這裏叫什麼 Robot 對 Robot 其實本身不跟車的 都是設裝 對 又是要讀 又要買了 但你的設裝 這樣擺很過眼 剛剛在車上擋著 那它的車頭其實本身都很漂亮 而有一個想不到的亮點 因為我之前也有買過 就是1比6那麼大的車 就是Hottoys出的那裏都有 而它也比較少會做裡面的引擎部分 內購 對 它這裡裡面 真的開了之後 我也有一點點驚喜 大家可以看看 它做得很仔細 那些引擎位置 那些上色等等 可能要補一補燈才是這樣 看到每一件件都是小小的 還有電線這些位置 穿上去都很仔細 因為這部應該是60年代 Cadillac 所以都是比較簡單的 引擎方面 你知不知道這部車本身是甚麼車 好像是殯葬業的 對 是一個棺材的殯儀車 所以它是特別給一般車長 外國很多粉絲都買回真車去改 而可以逛街當然可以申請 很開心 香港又做不到 香港做不到 香港做不到 改一點都不行 第一件已經不行了 左軚 對 對 還有有沒有發覺香港好像 改車不太好被他出街 不行的 不行的 因為基本上香港就算 對 好似你說的 超過貼紙都可以的 其實早很多年前 那些波棍 LVD燈都會被人刺 都不行的 而且那些燈太閃 它都會走過來刺 所以都不要改到外形這麼漂亮 只有一個方法 車不走 對 對 每個地方都是拖 拖到一個地方做Display Display完就拖走 可以有這個方法 對 沒錯 好 我們坐下來再說 好 其實還有一個特別的東西 就是其實這部車 上面的車輛是有一個MP3播放器的 原來只要打開這個架 它其實就有一個USB的電源 還有一個MicroSD的卡槽 你就可以插卡下去 這裡就插電源 然後 下面呢 下面這裡 就是有個play 你可以按鍵就會聽到播放歌 對 但是這次我們試的時候 就可能是 不知道是不是電的關係 那就試不出了 這個聲音 可能下次要試 對 如果真的播到聲音 應該那個喇叭就是這個位 所以它都算隱藏得不錯 就這樣整件事看上去 你都覺得 挺漂亮 又看不出它 做了一個喇叭 而且在前面出聲 就是正常一點 不是好像 在屁股那裡出聲 好像奇怪 在前面 對 對 離遠已經知道 對 另外這部車 我剛才試過 它有少少避震的做到 所以可以看一看 在屁股那裡 我現在試試輕輕按一下 你會看到 有沒有看到它有少少壓落 很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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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自己先感受 是不是真的 是不是真的有油壓 它就說避震 它有什麼避震 我就不知道 所以我覺得這個也挺有心機 其實如果大比例來說 它真的花了很多心思 在電子方面 這輛車真的 因為以前那些都沒有那麼多燈效 聲效的大比例 我以前都很少見 那倒是 如果最近我覺得可以比較到 就是HOTBOYS那輛回到未來 那輛車 那輛的燈效都多 但如果這輛加上聲效 那就真的沒有辦法 但是那輛回到未來 那輛的燈效都沒有那麼細節 它是有少少一開 所以我覺得是讚嘆的 但是讚嘆之餘 作為玩具廠 當然要繼續進步 所以我找些東西彈一下 我彈的地方 因為它這麼大 其實我務求的細節 應該可以再多些更加好 因為我有一部收藏 就是HOTBOYS的一部 一比十八 其實它的水撥和其他都是蝕刻的 它是用鐵的薄去製造 其實你看到它的銀色 我第一次看到就是 咦? 我覺得這些可以更加好 會不會要做電道呢? 其實你看到它的銀色已經困有很好 但其實它如果是電道的話 就更加相近 這隻就是Metalic 有金屬的銀色會好很多 所以這些是要注意的位置 我覺得電道會更加好 而且它的細節位置 如果再細節一點 就真的好 但這個價錢 我覺得已經是物超所值 值得一提 因為之前我也有留意著 它一路整個progress的生產過程 剛剛Brian也有提到我 他一日有做生產 我留意到 其實曾經我都見過 在網上有張相片 寫過出來 就是它們生產這一個車 它有一個人這麼大的鋼帽 那個人就站進去 拿車出來 都挺震撼的 因為我以前也做過塑膠生產 都見過如果開一套帽子都很重 如果人這麼大 真的挺誇張 就是等於做真車 本身的車殼已經這麼大 然後加上帽子 然後帽子拉上去 很重 很大份 其實帽具也很貴 而Brian說 用這個做法的好處 就是車子應該會比較審 出到整個車身 上次我跟他也有研究過 車子沒有什麼變形 因為用這個方法 因為它整個圓帽子 是的 其實是否人全部可以坐進去 對 剛才我們已經試過把人進去 但當然是有點難 要離開 但如果真的擺場景拍照 其實就很完美 前面這裡有兩個位置 後面這裡有一個位置 這裡有一個位置對坐 有四個位置 要曲得很重要 對 要遷就 直腳可能要遷就 而且他看見皮膚 上色都已經做了功夫 對 其實就這樣看 他要這樣做 這個凹凹位 其實就很寫實 按下去 如果太遠就好了 對 對 就這樣遷就看下去 其實都覺得椅子 都可以接受 但真的可以做好一點 如果那些窗子可以攪拌 對 然後可以開 自己攪拌 這個可以噴煙 對 然後還有車匙插進去 對 沒錯 那就改成RC 對 最好按一按 可以選擇歌仔 還有電台頻道 沒錯 這樣就不一流 車底有看過嗎 車底有看過嗎 其實裡面也有做到後管 也有細節的 真的棒 所以有買了12寸飾格的粉絲 尊奇一定是不可以錯過這部車 要插一插話 說了這麼久 車底大概是多少錢 多少錢 我印象中都是港幣一萬元左右 因為Lawrence一出手 就真的那些東西都不好 其實玩開玩具的師兄 這麼大步 這個價錢都問心是真的值得 對 是值得的 很難說是值得的 沒錯 為什麼當時一看到 我都沒想到就買呢 因為我自己也看到這麼大的比例 我覺得應該也不會有另一間廠 所以如果是買的就是這個機會 機會難過 對 隔了就沒有了 有二手市場再找 但你找到別人 全新未開過就真的很難 你到時再找可能再貴一些 對 其實也好奇香港要訂這個 心理關卡的意思 因為坦白說土地是問題 不是每個家都有地方放 因為通常買了都是入倉 對 我相信大家的粉絲覺得 一萬元不是說找不到 但問題是地方真的最重要 沒錯 這個真是不得了 對 這個也是事實 而且你放完後 又可能有空開門 又開開這些東西 其實位置是再大 對 都要再大一點 所以Lawrence是很厲害 因為他在這個地方 其實我當年買了Hot Toys的Badmobile 是在盒子裡坐了四五年 之後都放棄了 我都找不到位置給你 我都放了他 應該很多師兄也是 沒錯 那部車兄比這部 那部是短一點 短一點 但盒子就差不多大了 但坦白說那部我見過 其實都真的比較好 因為他那些很膠 所以其實是很像大膠 對 但這個感覺上 雖然他真的是膠 但他的噴油 都能做到金屬感 沒錯 反而我覺得他用得太乾淨 對 應該有一點舊化 骯髒一點就好一點 可以有些塵 放一塊 放一塊就有些塵 其實有一間廠是做1比8的期數 期刊 逐個棄 趣味就是在於你儲了一塊奇書 然後你就自己去自組 那部就是1比8 我想大約這麼大 如果是土地問題 或者不是真的想配模式 其實那部也是一個好選擇 那部也是好選擇 但另一個掙扎就是 你有沒有那麼好耐性 儲了那麼多奇書 再拿出來砌 有個玩法就是這些期刊 我有個經驗就是 最後有人說 一次過買 因為其實之前我的千水鷹 就用一個很便宜的價錢買了 我也是 例如說是三四千元 不是 因為原價是萬元 這麼便宜 因為之前Wubi機客人 我是逐期買的 然後我就真的原價逐期買 幾萬 但是到最後出光的時候 其實有些師兄可能是8千元 或者是全都扔出來 因為是過萬元 對 那一次我就蠢了 就是覺得自己 因為覺得很威色 純粹是覺得很划算 其實每個星期拿百多元出來 好像慢慢做 而且第二個問題麻煩就是 每個星期買一期 我要找個位置放 其實盒子是最大的 你拆掉了 其實只有幾塊東西 但是你又不想拆掉它 你又想很完整 對 所以到Failcon的時候就不好了 還是等最後一次過 整箱回來 好很多 但是那盒的1比8有沒有燈? 其實我還未知道 但是我知道它有金屬 它全部都是金屬 所以其實那部可換性也挺高 而且價錢也差不多 尤其是它組裝的 它的細節應該都不差 但是它組裝的 可能就好像你們說沒有燈 但是可能 又這樣說 因為組裝出來 到時候燈的東西 應該有可能 自己找 對 但是以它的風格 其實千帥英也有燈 有的 之前Failcon都有 R2都有 有的 所以它應該會有燈 而它的價錢應該是和這部差不多 OK 但是最大的問題是 看你喜不喜歡組裝 對 有些會喜歡 這樣回來玩 拍照擺場景就可以了 因為我自問不是太有耐性的人 我剛剛說到掙扎完 你會不會開出來組裝呢 是啊 如果大家真的喜歡和有地方 那有哪些師兄是有能力負擔到的 就可以上網研究一下 這個就 或者在香港還有沒有賣 這個 真的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嗎 很差會就要賣 哈哈 哦 那不要緊 如果有興趣就可以 PM一下ToysTV 應該有人會有空回覆你 哈哈哈哈 還有今年是否會有新氣償 好像是 也是 好像是用這輛車做一個藍本 據說是七月的 但是現在疫情又不知道會不會 可能會退 有機會 對 Bed Window也改了 那部電影其實是講述博士 即博士 其實他演員已經過世了 那部電影基本上是他本身的下一代 就把他的所謂的 工具 放在地庫裡 他的後代就找到一些東西出來 咦?這個是Rebica 然後有人說 不是的 這個不是Rebica 這個是真品 這就開始這個故事 那部電影其實大家都看過 很吸引 好像Swing to Fing 那部電影是好的 那部電影是好的 而且你見到車子一衝出來的 那種 很吸引 很吸引 很明顯是拍給舊粉絲 還有傳承的故事很重要 因為新氣的導演 是舊氣導演的兒子 噢 對 這個重點 就是這個 所以他有舊化的 所以擺舊了不要緊 你噴舊化後就變成新一集 沒錯 新一集 不知道新一集會不會玩一個環招 即是他死了之後就變鬼 捉鬼就捉了鬼 對呀 感動我應該是他博士 應該會用鬼為原色 應該是 最後可能是CG重演 可能問過他人 何況他的兒子已經是導演 我相信他一定會重演出來 怎麼都會報答好這些粉絲 反而有另一個好奇 他這輛車會出第二集嗎 真的不知道 我自己覺得有這樣 如果賣得好又有這樣可能 因為其實它沒有一樣 加少許東西 以成本計 其實同一套模式 同一款模式 其實都是黃黑鑑和上面加多些背景 值得很棒 大家要期待 好 接下來下一節又有另外一個新產品 大家看完這節就等下節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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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